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斯 今天要玩的遊戲是逆轉財派 呃 成步堂精選集 然後一二三 一二三步這樣子 然後這是史定版PC的版本 然後這款遊戲的好字是可以用 中文 繁體字 簡體 韓文 德文 法文 英文 日文 然後以前大師玩的是用那個 模擬系去玩的那個 那個翻譯就是有經過人家翻譯之後 就是那個中文可能意思沒有到很完整 然後今年好像今年吧 今年八幾號的時候 出的然後暑假還是什麼時候 出那個中文 中文字 中文語音嗎 大家都不習慣中文語音的配音 大家希望就是有中文字幕 然後那個在那個什麼 意義的時候講的是日文 可是你選 你選語言設定的話 中文就是中文語音 韓文就是韓文 所以大家就很不習慣 然後我就有去找 怎麼樣把它改成就是 呃... 房體中文 然後日文配音 我是有用 有用的 然後 欸我有載到啦 然後現在這一個 第一集我們先玩給大家看 就是中文字幕跟中文配音 然後就是他可以一開始可以選 你要先玩哪一部 那我們一樣從第一部開始玩 然後會重新玩這款遊戲 第一個是因為沒有錄給大家看 然後之前有錄逆轉查判5 逆轉查判5 有錄幾集啊 那好像沒什麼看 然後這次是因為 他放到PC版上面畫面有變 那我們來重回當初的感動 我們來玩一下 然後也錄一下 希望可以把它錄完了 好,第一次 第一次逆轉 是 好 好,這個畫面 好緊張啊 好,這是 依照往常一下 來配個音吧 成步堂 老師 老師 手掌 怎麼是趕上的呢 這是你第一次上法題 心情如何 自從 以前小學 辦上工程之後 我就不能這麼簡單過了 這樣子啊 那可能是好久以前的事 是啊 那個 手掌 今天很 很不好意思 你那麼忙 不 沒關係的 畢竟是我可愛的校主第一次出場嘛 不過 話說回來 第一次上法題就要面對雙殺案 我覺得你也很大膽 我很佩服你 也很佩服你委託人的勇氣 呃,是 因為我還欠他人情 什麼 你是說欠那位偶突人 是啊 我 我會像這樣 這樣子 跑來當醫師 其實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因為他的緣故 這倒是第一次聽說 我希望我可以成為他的助力 幫他打贏這場光之 完蛋啦 一切一切都完蛋啦 在那邊大或小笑的 應該就是你委託人吧 呃,好像是 讓我死欸 讓我死啊 我要在這裡死給你們看 呃,他好像很像死欸 呃,死 陳木塔 嗨,你好啊,直張 有罪 客房顏,我有罪 然後趕快炮我死去 讓我一了八了 欸,你怎麼了啊,直張 不行啦 我沒有辦法啦 沒有他再來認識 不如是,還不就快活 是誰,到底是誰綁啊 好啊渴 快告訴我啊,陳木塔 把女友殺死的犯人是吧 不過報紙上寫的是你的名字啊 我的名字叫陳木塔農醫 三個月前才當上律師 今天是我第一次上法庭 好了,這起案件 C值非常清楚明了 在公寓的其中一間住戶 有位年輕女心遇害了 很不幸的被打的嫌犯 正是正在和他交往的男性 他叫死張正志 我們從小學開始是死黨 23年來,他經常被人說 事件背後死張死中站 不知道為何,他總是會被捲入很大的風波中 但我唯一能肯定的是 他絕對不是壞人 只是運氣極端的差而已 他是個好人 這件事比誰都還要清楚 而且我還欠他一筆很大人情 我一定要救他 絕對要 就可以存到嗎 可以耶 先存一下 發言三號,上五十點 地方法院第二頂 開始了,開始了 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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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張正式一樣 檢方已經準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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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部武藏律師 我記得今天是你第一次出庭對不對 是的 我很緊張 委託人最後會判有罪還是無罪 一切都決定在你的律師手中 你身為律師 這麼緊張吸血的樣子 可是不行的 對不起 道歉什麼啊 好吧 在開始審理之前 讓我來確認看看你是否真的準備完畢吧 好的 我的腦中突然一片空白了 我現在問你很簡單的問題 請你回答 首先 請你回答這起案件被告的名字 死張正式 就是死張先生 沒錯 沒錯 就像這樣子 遇到問題你只要冷靜回答就好 那麼下一個問題 今天要審你的是凶殺案 請你告訴我被害人的名字 什麼問題我知道 報告書我看過很多次了 咦 我怎麼突然想不起來 名字叫什麼 想不想你 這個人 連被害人的名字都不知道嗎 當然不可能有這種事啊 我我只是一直想不起來而已 怎麼辦 我突然頭好痛 有關案件的所有事情 只要看法庭紀錄就可以知道了 你可以隨時按tip 來遊覽法庭紀錄 首先你記得要看哦 別忘記了 所以你回答了 這是事件被害人姓名是 我不用看我也知道 高倫美加嘛 確定一下 沒有忘記了太久了 對高倫美加 高倫美加 被害人的名字是高倫美加小姐 沒錯 那麼他是如何被殺害的呢 請問被害人的死因死 盾器一級 被人用盾器強力毆打了一次 沒錯 那麼問題就問到這裡 我們開始進行神禮吧 我想你應該也冷靜了不少吧 是 那麼 可以請教一下雅內檢察官 請問什麼事啊 什麼人啊 說不通陳不堂律師剛剛所說 最害人是到盾器毆打 關於這個盾器具體來說 是什麼樣的東西 香氣是這個 成屍者的小雕像 這東西就掉在遺體旁邊 好 本人也收下這項證物 OK 陳不堂 在進行神禮的過程中 會像這樣陸續有證物被提出 這些證物的資料 接下來會都成你的武器 所以建議你要常常按TAB來確認法庭紀錄 那麼雅內檢察官 請你傳喚證 首先我們來聽聽被告 十張先生怎麼說 那個所長 我該做些什麼呢 這是不要漏聽任何的情報 好 不久後緩急的機會一定會出現的 現在就祈禱他必須做出一些不該說的話吧 好來 我這邊都不講了好累喔 那麼 水量先甩 聽說你最近才剛被寒冷甩了對吧 啊等一下辯論的時候我再 呃我就不配了 我就不配了 有點累 這場對本身就是相配的錢 你說這種話 怎麼才剛才值得這樣啊 只是我最近打電話他都不接 想看他千免被拒絕而已 別瞧不起了 在社會上 一般像你這種情況 就叫做被甩啦 實際他根本不管你 自己到處遊山玩水 甚至他遇害了前一天 你才剛從國外旅行回來 什麼 你騙我 我才不信 沈漫長 這是被害人的護照 哇這護照做得好精緻喔 在遇害了前一天 他事物才剛從紐約回來 案發前一天的切剩套 從紐約回國中 嗯的確 回國日期是遇害了前一天 怎麼會這樣 他是個模特兒 但收入並不是很多 根據調查他似乎有不少乾爹 乾爹 就是指那些會給女孩子們 零用錢的大叔們 他就是投過這些男士的援助 才有辦法這樣玩樂過日子 什麼 被害人高潤美將 其實就是這樣的人 現在請問你 這邊還有什麼觀感呢 四張先生 我想應該不要讓他回答這個問題比較好 說得一次 實在有可能會講出不該講的話 該怎麼辦呢 我讓他回答 四張先生他並不知道被害人 與其他男性正在交往 所以檢方提示問題與本案無關 在說什麼啊 成本堂 成本無關 那個女的 竟然瞧不起人 不要死 剛才讓我死而算了 我要到天國去 更好把事情問得一千二處 好的 那我們就繼續審理 總之我想大家應該可以 可以了解被告的動機了 是很清楚 四發當天你是否去過他家 有還是沒有 什麼都沒有啊 什麼有沒有 那家伙一定有去過他家 那怎麼辦呢 我覺得 我讓他老師回答吧 好 等他打二號 給我老師回答 是啊 我是去過他家 怎樣?不行嗎? 然後呢? 死張先生 幹嘛用那眼神看我? 那看那個人不在啊 最後就沒見到他 這是這個 中文配音 超沒few的 審判長 被告在說謊 說謊 我想正能可以取勝剛剛的謊言 很好 請問是什麼樣的正能 是遺體的發現者 他在發現遺體的前一刻 目擊到了被告死章先生 從命案現場離開的模樣 數不見數不見 雅內檢察官 請你傳望這位正能進來 是 現在就請示範當天 於現場公寓推銷報紙的 三野新雄先生入庭 扭個屁啊 三野先生 聽說你是個報紙推銷員 那麼 就請你進行證述吧 請你將 示範當天看到的事情告訴我 呃 我想一下這要配什麼 我邊配好邊看 欸咻來 來 在當天啊我先進行燈燒的時候 碰到有一個男的從一間住戶跑了出來 這個男的看起來很慌張 連門都沒關好就離開了 我覺得狀況有些可疑 所以往門裡面看了一眼 結果就看到有個人的衣體躺在地上 我敲到腿軟覺得很害怕 就沒進去房間裡了 我當時很想馬上叫警察來 讓他房間裡的電話打不通 我只好找附近的公共電話通知警察 時間我記得很清楚 是下午兩點的時候 從現在逃走的男的 我覺得沒看錯 就是這位被告 你被人家看得一清二楚 這要讓我們怎麼辯護啊 請問現場的電話為什麼打不通 是 因為事發那段時間 該公寓處於停電狀態 可是即使在停電中 電話人耐是可以使用的吧 是 你說的沒錯 但是某些機種在停電中 他的機子是無法使用的 三葉先生在現場所用的電話 就是這類型的子機 誰放著啊 這是當時停電紀錄 檢方在此提出 下午1點至6點為止 按發現場公寓是停電的 那毛病不然 是 請開始進行訓問 好了 怎麼想 正式開始 那個 請問所謂的訊問是要怎麼做 你要揭發剛剛那些證實中的謊言 謊言嗎 如果你委託人是清白的 那麼那些目擊證實 絕對是騙人的 還是說 你不相信委託人的清白 可是 要怎麼做 一切關鍵 就在證物當中 那位證人的證數 以及證物資料 一定會有些 某些不合邏輯之處 也就是矛盾 首先 請你找出法型紀錄和證實中 有矛盾的部分 然後 當你找到這項矛盾的證物時 把他出示在正人面前吧 好的 Untap 遊覽法庭紀錄 找出和證數邏輯不符之處吧 其實每一句都可以違和啦 我先 呃 設定 先當 因為你先 違和之後 你才可以做 他才會講出其他的 證詞 追問 等等 等等 房間裡有個男人跑出來 並不是特別稀奇的事 為什麼會讓你特別有意 呃 因為總覺得那人好像怪怪的 感覺好像在生氣 又好像在害怕著什麼 簡直就好像這個 同命案現場逃離的犯人一樣 戰人 請你不要胡亂塞張 總之你感覺這個人很可疑 很可 可疑 然後怎麼樣 門沒關好是吧 是啊 完全沒關上 我等了一陣子 似乎沒人要出來關門的樣子 我覺得這挺不安全 但我感到有些擔心 原來如此 然後怎樣呢 看一眼 為什麼你要這麼做 因為當時門沒有關好啊 遇到這種情況 會想看看裡面的情況 這也是人之常情吧 這也是人之常情吧 看到傷在眼前 不要想去爬 跟這個倒也是一樣的 在胡隆我 你確認當被害了 已經死了嗎 這個 我倒是不知道 但是他一動也不動 而且又有了很多血 原來如此 跟他說的傷是致命傷嗎 我明白了 那麼後來怎麼樣 就沒進去房間了 所以你並沒有動房裡的任何東西嗎 是的 沒錯 我知道了 後來怎麼樣了 完全沒動任何東西 我當時很想叫警察來 你說你想要這麼做 意思是你沒有這麼做嗎 別著急 現聽完占人的勝數 現場的電話打不通 可是你剛剛不是說 不曾進去房間裡嗎 哦 你說這件事啊 我在玄關的櫃子上呢 看到電話的指機 所以試圖用他報警 為什麼是公共電話 下午兩點 你確定嗎 好 等一下 我先問完全部了 好 這是倒數第二句 然後來出示 這個啊 死亡的時間是下午四點到五點 所以你下午兩點報警 這個不合理吧 對不對 而且他看到的是 應該是死章剛離開 他覺得死章剛離開自己 他馬上就有擊斃了高日眉家 所以那段時間應該就是 嗯 他說的兩點嘛 可是死亡的解剖紀錄是寫四點到五點 所以不合 我解不對啊 啊 欸這個這個影片可以弄兒童觀看嗎 哈哈 好像不行齁 欸 怎麼是不是 按1 1 發現已一起的時間是兩點 確定沒錯嗎 是啊 確定是兩點沒錯 但是這樣就奇怪了 這個解剖紀錄上面的資料完全產生了矛盾 被害人死亡的時刻是在下午四點之後 但正人卻說 在下午兩點發現遺體 這是絕不可能的 為什麼會有這兩個小時落差呢 呃這個那個 這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應該只是記錯啦 本院不這麼認為 三野先生 為什麼你會認為你發現遺體的時間是兩點 陳普桃 你做得很好 像這樣不亂指出矛盾就行了 一個謊言一定會自燒出另一個謊言 我們只需看出他下一個謊言 然後將他逼到絕境 啊對了 我想起來了 真囉嗦 爆死那樣的 我猜應該是電視傳出來的吧 第一關都很簡單啦 第一關就是小事 小事神手 他馬上就自爆了 讓他爆的時間賣了兩個小時對吧 我猜想被害人 可能是在看露靈袋吧 我一定是聽到這個爆死聲 才誤以為當時是兩點的 那停電怎麼聽得到 其實我也玩過啦 所以大概都知道 所以用不太準 這邊很簡單啊 可是我還是想要威嚇看看 你看 追問啊 這是在日文講威嚇 那時候玩的時候是威嚇 聽到 並不是看到嗎 哇 齊 那時候玩得出來了 只好玩 好玩 很快 啊 好玩 第二局就錯了 第二局就錯了 第二局都可以 電視傳出來了跟這個 應該是這一局 請等一下當時那些供應不是停電嗎 這份幾乎可以證明當時停電的事實 不管是電視還是露營袋當時應該都是無法使用 這個 的確說得沒錯 三野先生請問這是怎麼回事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對對對的我想起來了 謝謝你特別注意 證書一定要正確誠實 不可分法復復 看你身體一直扭來扭去 對不起 因為第一次看到人的屍體我有些受精 冷靜不下來 可以我知道了 那我們就前年繼續進行證書吧 不是聽到 而是看到的 在滅壓現場不是有個時鐘嗎 這次犯人毆打被害人的時候 有那個那個充氣啊 我在想我應該是因為他才知道當時的時間 看到時鐘 若是這樣的話可以理解 那我變護人請你進行訓棍 好 就結束了 怎麼會產生這種奇妙的誤會 不是為何我現在才回想起來啊 我也不知道為何會這樣 要說謊 不敢笑喔 剛值的時間 呃…先存檔 欸?出事 凶器容易所见,只是个小雕像 这哪里是石中啊 你到底是怎样 他刚刚就一副狠者的样子 反野先生 请你回答我问题 我明明就看到了 他是个石中没错啊 审判长 可以插一下换吗 怎么了吗,两内检察官 其实正在说的没错 这雕像确实是个石中 他波子其实是开关 按下去就会暴死 所以外观看起来不在石中 我们才把他当成小雕像提出 别乃如此 也就是说凶器其实是个石中 你怎么看呢 常不常律师 三野先生没有说错 这东西确实是石中 反野三野先生的证数 你还有问题吗 那有啊 这小雕像一定要把他拿到手上 才有可能知道他这个石中 但是根据证人的证数 证人表示他不曾进到房里 很明显里是有毛布 的确 为什么证人会知道小雕像这个石中呢 那是因为 你一定是在说谎 你在那天 曾经进到现场的房间里 你在说什么啊 不会错的 用那个小雕像毆打被害的人 就是你 因为毆打的冲击 产生震动 导致雕像响得起来 你当时听到的 一定就是这个声音 手机 很有趣的假设 沉默他律师 请你继续 是 好DG要结束了 小岩野先生 想必你一定感到非常惊讶 在毆打被害人同时 小雕像突然说话了 这个声音很强烈的 留在你的记忆中 所以才莫名的把时间记得这么清楚 你这什么意思 怎么可以这样 栽伤污赖呢 究竟是不是我在栽伤污赖 请看看证人的颜色 记得这个不太准你知道吗 看颜色 这你殴打被害人的吗 我这画面好精致喔 吵死人了 一直在那边抓人与病 是他 我亲眼看到了 怕他死侵给那个男人死性 出镜出镜 闪犯长 请等一下 背后人刚才那些主张根本没有证据 你派胡言 陈富藏律师 是 你有什么证据能够指出正人所听到的 就是这个时钟的暴时声吗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要好好想想 这个嘛 只要 调查 时钟的电池 让时钟爆出现在这个时刻 诶是吗 应该是1啊 变成个党 要不然我又扣血 调查时钟电池不是知道吗 让时钟爆出现在的时刻 有放在里面 时钟好像也没坏 所以你想表达什么 蝙蝠人 也就是说 时钟是没有坏的 所以呢 我自己也越来越不懂我到底想说什么 啊 雪特 不是从哪 看一下 诶不是 那时钟 哦对对对对 就是证明他 可以暴时的 就可以了 不是啊 调查时钟的电池然后就暴时就好了 哦 我 好 別勸這個石頭是馬上兩個小時沒錯 但是 這個石頭是否在釋放當天也是慢兩個小時 只要沒證據 那麼這個說法就不算成立 這個石頭是否在爬上的 這個石頭是否正常 在爬上大利口 這個石頭是否有效 所以要有些水 這個石頭是否一般 這個石頭是否在爬上 這個石頭是否在爬上 這個石頭就是拿到爬上 這個石頭是否有效 那個石頭是否有效 那個石頭是否有效 先尋解 成物堂 不能在此刻放棄 好好想想 始終是否會賣了兩個小時 知道如今根本不可能證明 思路逆轉 我目前一直想要去證明 這個始終在命樣當天 是否賣了兩個小時 那其實可以思考一下 會有什麼理由 讓他在命樣當天賣了兩個小時 成物堂 你能想到那個始終為什麼會賣兩個小時嗎 想不到就覺得結束 遊戲結束了 有喔 可以 不知道 出事 看招 好 GG了 好 投訴白沫 好 第一集 呃 第一關結束 其實是個貫切 一方面做了報紙推銷人的工作 一面物色無人留守的住家 那一天 始終進入被害人的房間時 被害人並不在家 始終離開後 三野為了下手闖入被害人的房間 在房內尋找各種物品時 被害人翹翹回到家中 三野被逼急的拿起手邊的小雕像 然後 成物堂 你做得很好 恭喜你 謝謝你 真的 多快所長協助 可是呢 我好久沒有這麼爽快了 第一次看到所長笑得這麼開心 那我死了 你為什麼要這麼殘心啊 成物堂 我已經快要死了 你已經獲得無罪判決 事情已經結束了十張 可是 你叫他已經不會再回來了 水中先生 我一共做兩個 一個是我的一個是他的 在我看來他其實也蠻喜歡你的 你說是不是要成物堂 然後說證據給他看看 你看 這次的事情能夠請你幫忙 我真的很開心 真的很謝謝你 是 陳先生 陳先生的意義也會完全不同 人也是如此 被告究竟是有罪或無罪 我們無從得知 律師唯一能做的 只有相信他們 而相信他們 也就是相信自己 陳部長 希望你趕快成長 直到最後一刻 都不能放棄自己相信的人事物 那麼 我們應該回去了 今晚就讓我請客吧 說到水中先生 你說你是因為他才當律師的吧 不過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 像是把這個故事說給我聽吧 我挺有興趣的 我第一個按詞 就是他畫下的句點 水中那傢伙 口口聲聲說著有朋友真好 但除了那個沉思的水中以外 是否完全不打算支付六十歲 然而那個時鐘 不久後 將再度引發重大事件 也因此 雖然剛剛答應所長 把我實際的故事告訴他們 這項約定 也將永遠無法實現了 故事完結 以追加新章解 可以讓我自己選就對了 OK 好啦 這一集先到這邊 請問要除了目前的話 我就說 空間板 是 第三個 好啦 這邊 就這樣子 那 喜歡 那種談判的觀眾朋友 那 請 持續關注 關注 我的頻道 那 如果你喜歡 本頻道的遊戲 那 歡迎按下訂閱 跟鈴鐺 把它打開 像是我更新影片 你就能收到通知了 然後粉絲頁可以去按追蹤 然後 大師的粉絲頁已經不能按讚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FB也沒有回我 所以就只能按追蹤 然後 就這樣 IG的話 最近在考慮有沒有辦 我覺得辦好像會 對我的人氣會比較好一些些 好啦 那 大概就這個樣子啦 好 謝謝大家收看 拜拜